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想要流畅的游戏 你肯定需要一张好显卡 今天的好显卡这个词 指的当然就是 英伟达和AMD两家的高端产品了 不存在其他选择 你说你会用英特尔核显玩游戏吗? 会啊 特殊需求除外 甭管你怎么抬杠人家AN两强争霸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了 今天是如此 10年前也是如此 但是20年前 这个情况可不太一样 20年前的显卡市场是这样的 有点不可思议吧 当时的老大哥并不是我们熟悉的绿场或者红场 玩家的选择余地也远远要比今天丰富得多 更重要的是 当时的游戏开发者们全身心投入 带来了一步一步跨时代的佳作啊 那么这场游戏行业的大革命 究竟从何而起? 刚刚提到这位硬件圈的老大哥又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3D游戏史上最繁荣的一页 眼前的这位意大利胖子 大家肯定都认识 It's me Mario 如果我让你用一个词来概括一下形容一下马里奥 你会怎么说呢? 我的答案是 游戏性 满屏的游戏性 不光是马里奥 所有的八位机游戏 所有80年代的经典游戏 都是围绕着游戏性这三个字来的 80年代的游戏因为机能有限嘛 没有什么华丽的效果 人们只在乎游戏好不好玩 你哪怕把我关在小黑屋里 只要给我一台红白机 给我一个小电视 我盯着这些像素点 我能玩上一整年了 毕竟好玩才是游戏的基础嘛 像马里奥、塞尔达这些好玩的游戏 解决了当年玩家的温饱问题 电子游戏终于开始有了灵魂了 但是保暖私隐喻 在这之后呢 不光小孩子要玩游戏了 大人也想玩游戏了 玩家的欲望开始膨胀 游戏的理念也越来越像好莱坞靠拢了 做一款游戏光好玩已经不够了 还得好看 还得劲爆才行 3D游戏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 大批量的涌现出来了 其中最牛逼的当属 DOOM 1993年 It Software的天才程序员 约翰·卡马克和约翰·罗梅罗 用DOOM闪下了所有PC玩家的狗眼 精美的3D画面 劲爆的配乐 神挡杀神 鬼挡杀鬼的快感 从来没有一款游戏能带来这么震撼的体验 一世界全世界的玩家为之疯狂 DOOM成为了所有3D游戏的标杆 而It Software也一炮而红 成为了游戏界的技术先锋 巨大的成功不仅给It Software带来了财富 也带来了开发新游戏的动力 在制作了续作DOOM 2之后 It Software只有9个人的小团队就开始着手制作一个新项目了 一个屌炸天的新游戏 搭载一款从未见过的全新3D游戏引擎 这一次他们想要做出最逆天的特效 这个引擎必须支持实时3D渲染 游戏里要有动态光源 要有阴影 游戏的角色必须能够360度自由的移动视角和探索 尽管开发的过程非常非常艰难 卡马克光是写这个引擎就花费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 但是当年的这些天方夜谭最终还是通通被It Software实现了 他们再一次改变了游戏行业 1996年Quake来了 当时的玩家只能用这两个字来形容Quake了 拜托 你还指望我说什么呀 这可是史上最伟大的FPS游戏 它对游戏界的功劳我根本是数不过来呀 首先画面真的太牛逼 太震撼了 全3D建模的游戏世界 这光影 这特效 其他游戏根本无话可说呀 其次玩法上我们熟知的团队死斗模式 那就是由Quake带动起来了 再者多达16人的互联网联机对战 专门为联机设计的地图 Quake几乎创造了电竞二字 并且正是Quake的电竞比赛 才催生出了WASD的现代FPS建位 除此之外也许最重要的是 Asoftware开放了Quake引擎 这么一个逆天级的3D引擎的商业授权 甚至还在几年后开源了Quake引擎 这又催生出了另一款史上最伟大的FPS游戏 和另一款史上最伟大的FPS游戏 直到今天 很多游戏代码里依然有当年Quake留下的痕迹 很难想象 如果当年没有Quake和他这些小弟 今天的游戏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大概都会和他一样狗屎吧 不过Quake的成功不光带动了游戏产业的发展 它还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 你看Quake的画面实在是太花哨 太复杂了 需要耗费巨大的CPU算力才能流畅的运行 当时大多数的小朋友还在使用486的机器呢 33Mbps、66Mbps的频率根本就跑不动Quake 这个游戏变态到什么程度啊? 我手上拿的是一颗200MHz的奔腾处理器 这个就是当年的i7了 你只有用这种级别的东西才能跑得动Quake 然而这么一颗小小的奔腾 你知道在当年要卖多少钱吗? 600美元! 96、97年的600美元 就相当于是今天的1000刀 7000人民币 你要花7000人民币升级你的CPU才能玩得动区区这么一个游戏 这谁顶得住啊? 而且从技术上说 CPU也不适合干这种复杂的3D图形 说白了CPU是属于全能但又全都不精的角色 但3D图形的运算有很多需要重复劳动的地方 需要疯狂的堆砌硬件资源堆砌算力 你这全让CPU去干了 那CPU还干不干别的活了? 这不就是让厂长亲自上流水线干活的意思吗? 所以我们的CPU军终于受不了了 强烈要求召一个工人团帮他干活 这就有了图形加速卡 也就是今天的显卡 其中的西楚霸王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3DFX 那么这个3DFX又是何方神圣呢? 它是怎么当上这个霸王的呢? 别急 我们坐上时光机 加速到88英里 先穿越回1992年 90年代 曾经有一家非常牛逼的图形工作站巨头SGI 当年好莱坞特效大型游戏的开发 都得用他们造价几十万的机器来做 然而价廉物美的多媒体PC开始越来越普及了 就连小孩子都开始玩电脑了 这个大蛋糕不肯不行了 SGI有最好的图形技术 但是光用在专业领域就有点可惜了 于是SGI的Gary Tarulli Scott Seller和Ross Smith三人就牵头 分出了一个子公司Telucid 专门设计消费级的显示芯片 不过好景不长 Telucid很快被一家做深卡的公司MediaVision收购了 而这个新老板似乎对3D图形没什么兴趣 这几位人才最终决定离开Pelucid 创办一家属于自己的3D芯片公司3DFX 初出茅庐的几位小伙子他们面临的第一件事自然就是拉投资了 Ross Smith非常清楚投资人不是发烧友 他们不想知道这个芯片像素填充率多少 能生成多少多边形 投资人只关心最后的画面效果是什么样的 所以3DFX的目标也很务实 先做一个画面屌炸天的demo出来骗钱 等等 你在搞笑吧 产品都没有就先做demo 这什么操作啊? 这你就不懂了吧 虽然他们自己还没有产品 但是这几个人的老东家可是SGI呀 SGI的工作站最擅长什么呢? 3D渲染呀 那么直接拿SGI的机器来跑这个demo不就行了吗? 这几个人也是惊得很啊 他们抱着老东家的超级工作站 到各大展会跑demo拉投资 声称这个就是未来3DFX民用芯片能达到的画面效果 投资人看到这个画面这么牛逼 也是高潮迭气 兴奋的不行啊 纷纷跑来送钱 3DFX就这样启航了 关于这个事儿呢 还有一个小插曲 94年的COMDEX电脑展上 其实英伟达已经做出了3D芯片了 但是3DFX这边的假demo反响好像还更热烈一些啊 Diamond Multimedia 正在背后 展示了第一个产品的NVIDIA 那是很严重的 他们有这种粗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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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在英语里就叫做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只要打过草稿 这牛逼还是可以吹一吹的 步入正轨后 3DFX先是通过帮几款街机设计芯片 确立了自己在3D图形上的地位 然后在1996年10月 他们终于发布了一款震惊世界的产品 Voodoo加速卡 Voodoo是一款专注于3D的加速卡 它没有2D功能 需要配合2D显卡才能工作 但是Voodoo可以跑出非常惊艳的3D画面 性能还远远要强于竞争对手 价格却要明显低于之前的加速卡和高端的CPU 一时间所有的发烧友为之疯狂 游戏玩家们根本不敢相信 会有这样一款划时代的产品为他们量身定制 甚至在1996年底的WinHack上 比尔盖茨亲自帮3DFX站台打游戏的时候 还有观众不相信 想要去后台看一看是不是SGI工作站冒充呢 Voodoo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 几乎成为了游戏PC的代名词 最辉煌的时候 Voodoo这一张卡的市场占有率就高达85% 怪怪 今天的英伟达这么强势 占有率也不过70%而已 当年的Voodoo简直要赶上垄断了 可以说在1997年 要想获得最好的游戏体验 你必须要弄一张Voodoo卡 为什么Voodoo会一夜间成为所有玩家的宠儿呢? 原因离不开它独有的API Glide 当年DirectX还没有成为主流呢 硬件厂商要自己提供API给开发者使用 而Voodoo家的Glide的API就和其他反反之位不一样了 Glide是底层API 专门为Voodoo显卡而生 效率极高 开发者真的是爱死这个API了 他们拿着Voodoo卡 想干嘛就干嘛 想加什么效果就加什么效果 非常的自由 既然开发者全跑去给Voodoo开发游戏了 自然就不愿意再多花时间接触其他厂商的API了 Glide就这样成为了业界标准 使用Glide开发的游戏也是到处开花呀 除了Glide之外 Voodoo对于OpenGL的支持也很不错 说到这里 故事的两条时间线终于走到一起了 前面我们聊到了Quick 硬件配置太高 急需支援嘛 而3DFX就是那一支圆兵 在Voodoo卡大放异彩之后 卡马克意识到了硬件加速的重要性 立马改造出了基于OpenGL的硬件加速版Quick引擎 这个新版本的Quick叫做GL Quick 完全利用上了3D卡的超强性能了 一时间Quick和Voodoo成了金牌搭档 想要唱完Quick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给你的老电脑插上一张Voodoo 3D加速卡 用不着你买什么7000块的CPU 也用不着你拆原来的2D卡 买张Voodoo回去插上 连上线 直接起飞 这在1997年真的是堪称游戏PC的革命了 尝到了Voodoo的甜头之后 3DFX再接再厉 1997年11月给我们带来了Voodoo 2 卡如其名啊 这张卡特别二 它的像素单元从一组升级到了两组 频率从50Mbps提高到了90Mbps 涨了快一倍啊 Voodoo 2性能暴增 打得对手毫无招架之力 再加上初代Voodoo的成功 已经给3DFX带来了良性循环 不断地有游戏厂商寻求合作 最终Voodoo 2成为了3DFX史上最成功的一款产品 不过Voodoo 2还有一个超级杀手锏 那就是SLI 没错 你可以插上两张Voodoo 2获得成倍的性能提升 当时一张Voodoo 2在中端村的价格就一度高达3000元了 两张就是6000元 在那个平均工资都只有600块的时代 双卡Voodoo 2的机器 那真的是家里有矿才买得起了 不过这个SLI和今天老黄的SLI还不太一样 3DFX所使用的是交错渲染的方式 单数行交给主卡渲染 双数行交给副卡渲染 这种玩法简单粗暴 虽然你可能会看到一些扫描线 但是试个游戏就能支持 比起今天的SLI 兼容性上反而更好一些啊 而且最重要的是这样的性能提升非常显著 本来Voodoo 2就已经够强了 再加上一张Voodoo 2 那性能真的是傲视群雄啊 这样的梦幻组合呢 我们今天也复现了一下 来给你们看看我们的小宝贝 一套完整的上股机吧 No 崩腾2的CPU 233兆频率 这个外观是不是挺独特的啊 卡带式CPU哦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Slot1接口 其实英特尔把CPU做成这个鬼样子 主要是为了防止山寨 因为以前使用Socket 7的时候 AMD的CPU也可以插在英特尔主板上 Cyrex的CPU也可以插在英特尔主板上 那英特尔就很不高兴了 干脆就搞了这么一个奇葩玩意儿 可以说它是换插槽的万物之源啦 不过崩腾2在当年那还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神优啊 玩游戏的终极选择就是它了 然后是两根128Mbps的SDRAM内存 来自记忆科技 还有10GB的麦拓的机械硬盘 我们今天可能装一台机器需要16G内存 高的可能接近128G都有 硬盘可能需要接近一个T 可是在当年只要256Mbps 还有10G的硬盘都已经算得上是海量的容量了 接着就是我们显卡三件套了 两张Voodoo 2负责3D 配上一张卖创的G200负责2D 这是当年最强的黄金搭档了 最后再配上升卡和网卡 其实这个网卡并不是很严谨 因为我们今天已经不需要用到MODEM了 要是真的在20年前的话 我们得配一个猫才能拨号上吗 包括我们的机箱 箭鼠还有显示器 都是满满岁月的痕迹啊 比如说这个滚球机械鼠标 这个是微软初代的Intel mouse IE3.0的爸爸呀 非常经典的一支YBuds鼠标 当年QAQ的赛场上经常可以见到他的身影 可以说是最早的一批游戏鼠标了 不过这个年代的鼠标最著名的特点是什么 肯定是滚球了对吧 我还记得小时候上电脑课的时候特别喜欢把这个球扣出来玩 那个时候电脑房的鼠标好多都是没有球的都被扣走了 最后不要忘了这个大屁股显示器 三星的15寸CRT 也许你们不知道 其实当年的大屁股CRT显示器 个个都是电竞屏的 就比如咱们手上这一台吧 640×480的分辨率下 我们用卖创显卡自带的超频软件 给它超到了120Hz呢 得福一般丝滑 其实当年已经出现了液晶屏了 但那个时候的LCD脱颖还比较严重 颜色又比较差 反而是CRT才能称得上好屏幕的代名词 颜色又正 刷新率又高 响应又快 当时QuakeCon线下比赛 清一色的全都是CRT的屏幕 这就如同 今天的卓威Zoey Gear XL2546 也很荣幸成为了CSGO Major和PUBG全球邀请赛的指定显示器 原生240Hz刷新率 丝滑流畅 看着你目不转睛 还有双边护盾 阻挡外界干扰 卓威XL系列电竞屏被87%的CSGO职业选手采用 只需一键即可启用职业选手同款参数 你还在筹排位上风来吗? 赶紧来试一试卓威XL2546显示器吧 说来也巧了 90年代末期不光电脑硬件突飞猛进 当时的游戏也是相当给力 经典评出 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Quake之外 还有很多值得和大家分享的作品 如果说DOOM和Quake创造了FPS 那么这一位半条命Half-Life 它改变了FPS 你看在此之前全世界都在做DOOM类的FPS 杀人闯关 杀人闯关 杀鬼闯关 这个模式非常固定 主角就是世界的主宰 一路爽就完事了 但是1998年的半条命真的很不一样啊 欢迎来到黑色高地运输系统 本自动化列车提供黑色高地研究所人员安全及舒适的乘车环境 游戏不是以你为核心的 你只是巨大的黑山基地里的一名员工 你只是普通的物理学家戈登弗里曼 你唯一要做的就是生存下去 你所能依赖的只有你的防护服 还有一根物理学圣剑 你将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和渺小 知道为什么半条命能把气氛拿捏到极致? 为什么能有这么强的沉浸感吗? 因为它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叙事模式 整个半条命没有任何一条过场动画 所有的剧情发展、所有的游戏事件 甚至包括教程 都是通过环境互动 通过第一人称、通关于亲眼所见体会到的 半条命不仅是FPS的里程碑 它也是所有剧情游戏的里程碑 从此以后叙事不再是 游戏的开胃小菜 不再是几行交代剧情的小字 它真正融入了游戏 成了推动游戏进行的工具 所以在我看来 半条命才是真正的互动电影 不过关于半条命 我想说的不光是游戏本身 它的伟大之处还在于另一件壮举 半条命使用的是GoldSource引擎 是基于Quake引擎爆改出来的 它的画面也许不算突出 但是它的可塑性可就太牛逼了 Valve为GoldSource引擎提供了非常好用的SDK 开放给了玩家社区 鼓励玩家给游戏制作各种各样的Mode 有这么良心的爸爸在 还有这么好用的工具在手 玩家自然是集体高潮 感动地开发了许多非常优秀的Mode 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CS 军团要赛 还有胜利之日 Valve不光是出了力 他们也出钱注资了优秀Mode的开发 最后还坐收余温之力 从玩家那正式收编了这几个非常优秀的Mode 做成了独立游戏 你看当年鸡胖只是对玩家笑了笑 这么好的IP就归它了 现在它也只是对你笑一笑 你的钱包就归它了 这才是真正的白飘王啊 如果说半条命是这个时代PC游戏的瑰宝 那么极品飞车系列可以说是我自己心目中的瑰宝 我相信也是你们许多在座观众的童年回忆 实际上我和飘哥两个人就是因为极品飞车而认识的 我俩曾经都是死忠的极品飞车玩家 天天连击 但是很可惜最终EA还是没有放过这个系列给我们喂了屎 不过这个都是后话了 在这20多部的极品飞车里 大多数玩家共认的系列最佳应该就是8和9这两代了吧 地下狂飙这种改装文化 还有最高通级的Blacklist 复仇的剧情都是非常经典 当年是玩的热血沸腾 但是真正奠定了极品飞车地位的游戏 我觉得应该是98年的第三部 热力追踪 极品飞车3第一次引入了整个系列的紧髓 热力追踪模式 当年这个模式真是太刺激了 比赛的时候不断会有警车骚扰 围追堵截 玩起来简直就跟好莱坞警匪片一样爽 甚至你还可以亲自开上警车 给其他车手送快递 不过极品飞车3给我印象最深的 还是它的画面 这也是一款和3dfx合作 使用Glide API的游戏 你看看这车身上的反光效果 简直绝了 实时反射在当年还是非常新的概念 还有这物理效果 轮胎免过湘间还会掀起尘埃和落叶 在1998年没有哪一款赛车游戏 可以做到这个画面水准的 在Voodoo的帮助下 极品飞车3真的是达到了画面上的里程碑了 我的童年是极品飞车 但是我相信更多人的童年 可能是一款更加经典的游戏 暗黑破坏神2 2000年出品的暗黑2 堪称史上最经典的ARPG了 也是暴雪的一款巅峰之作 尤其是资料片毁灭之王 那是多少人熬夜的理由 我觉得暗黑2最重要的意义 就是给游戏注入了无限的可能性 你可以把你的角色练成任何你想要的样子 法师不只是法师 它可以是各种不同的法师 我非常喜欢暴雪的这套技能术系统 再加上巨多的装备和道具 还有非常精妙的平衡性 组合起来就有了超棒的游戏性 不停刷刷摆完不厌 想象一下在深夜里听着凄凉的BGM 操作着你亲手练出来的独一无二的角色 和朋友一起连击打副本 慢慢地探索地下城 慢慢地接近BOSS 这是多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很可惜暗黑2之后就再也没有了 暗黑2和我们的Voodoo显卡 同样也有一段不解之缘 这同样是一款使用了Glide技术的游戏 当年的好多同学配置并不差 可是打副本的时候怪多就是会卡 而买了Voodoo卡的同学就玩得非常舒服 因为暗黑2一开始就是原生为Glide开发的游戏 不光画面效果比D3D更好 流畅度也要高得多 所以当时拥有一张Voodoo卡 是非常让暗黑玩家羡慕的事 你看3DFX在20年前占尽了风头 Voodoo 2的成功让这一家新巨头成为了所有游戏玩家 朝拜的信仰 可是接下来的事情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今天已经到了下课时间了 我们也不想脱堂 关于20年前3D世界的那些精彩的故事 咱们下回分解